字幕提供 Teacher Rumble來囉 今天要來教大家畫畫囉 準備好了嗎 今天要教大家畫的是 可愛的狗狗 今天畫可愛的狗狗用小粽和水彩質就好了 Nana我今天有收到無毒蠟筆的試用 那我今天就來試試看吧 那先用白色 試給你們看 現在算是在黑色的紙上也很清楚喔 其他顏色我都試過了 那顯色度好的蠟筆自然就容易斷 沒有關係 我有好方法 那呢 那個蠟筆來的時候本身是沒有包裝的 那摸到可能會有一點沾色 不過沒有關係 我有一個好技巧 就是呢你們可以買那個紙膠袋 那種比較好絲比較好黏 文青風的紙膠袋 然後呢我們從筆的後面開始包 包到前面 好 斜斜的貼喔 慢慢的旋轉上去 好包的時候間隔可以稍微抓一下一下 大概只交到一半這樣的距離 好包好之後的蠟筆呢 比較不容易斷裂也 也不要不容易沾手 好那好了之後呢 不要急著用手撕 我們可以用剪刀 幫我們這個切口地方剪整齊 到時候我們蠟筆呢 越用越短的時候 我們可以不用整個脫掉 只要是一圈一小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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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用就好了 就可以保證你的蠟筆永遠都有一個衣服穿在上面 不會沾手 因為它是無毒的 所以呢應該會有很多爸爸媽媽 會幫學禮前的小朋友買無毒的 那個學禮前的小朋友就會喜歡畫東畫西啊 畫一大堆啊 比如說牆壁啊 嗯 那個桌子啊 那這個蠟筆有一個特性說 很好擦 我們來擦擦看 這是我棉花棒的盒子 就是一般塑膠殼 平常畫到其實很難擦 我只是輕輕的沾水就擦掉了 還蠻方便的 所以拿去浴室畫也都沒有關係 YA 那因為顯色度很好呢 所以也可以裝是你拿來裝的盒子 不管是紙盒還是塑膠盒 那因為我是RAMBO 我就來在我的盒子上畫一個RAMBO看看吧 橙色 黃色 黃色很淺 不確定顯色度怎麼樣 但目前表現還不錯喔 喔我沒有拿到綠色 所以我試試 順便試試看它混色效果 好了 黃加藍 疊起來的時候會有綠色效果 所以混色效果也很好喔 那最後一個紫色的部分 嗯 目前我買的顏色都還蠻不錯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要畫可愛的狗狗當然是畫我自己的黃金獵犬啦 用大量的黃色 先畫一個橢圓形的頭頭 把它塗滿 我待會兒要試試看這個蠟筆的疊色效果 跟混色的效果 好 我們黃金可愛的大大耳朵 還有大大的那個圍巾 慢慢的加大 我目前的力大都還蠻輕的喔 沒有很用力 所以它顯色度非常的好 我覺得蠟筆最重要的就是顯色度 如果顯色度不好的話 其實 就 比較難用一點點 還有我可愛的大腳牙 還有可愛的大尾巴 好了 試試看混色效果 來一個漸層的橘色 剛好可以把我毛的紋理畫出來 還有後腳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蠟筆應該 除了黃色的蠟筆 跟橘色之外 還可以再疊第三層顏色 試試看藍色好了 會自然混出一點綠色 跟一點有點曖昧的棕色在上面 慢慢的疊加 然後眼睛的部分 因為我也沒有買黑色 所以用紫色的部分來代替 可愛的大鼻子 開心的小嘴巴 你看 我的狗狗常常流出大大的舌頭 嘿嘿嘿嘿嘿的在外面 來一點白色 試試看反光的效果 還可以 它可能沒有粉蠟筆 怎麼的疊加的效果 因為它不會掉屑 所以其實還不錯 粉蠟筆可以疊厚疊 可是呢 它的缺點就是會掉屑 然後狗狗本身畫好 來試試看背景的效果 那上面有準備水彩 就是想要看看它的排水性 或者是水溶性的效果 那我沒有淺藍色 我用白色跟深藍色混混看 我用藍色跟黃色去做草的效果 先輕輕的薄塗 一層一層的慢慢塗 其實效果還不錯 有慢慢的綠色看到了嗎 慢慢的疊加我們的草會越來越明顯 綠色的效果出來的 再開一點小花 然後慢慢的疊加我們的草會越來越明顯 小花 頭上也給它一朵小花好了 我的可愛狗狗 好 那最後測試一下它的排水性 我用白色在這裡做一點小記號 等一下你們試水彩的時候 就會看到效果囉 好 可以用水彩囉 先試試看綠色的地方 我們現在的大約可以給你 是好嗎 兩次會走 我們在這裡做一個小的日子 這是什麼樣子 這條小的小貓 也不覺得不這 滿足 我們也會照顧一下 一些 Mari負擔下 他來看 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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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完水彩就好了嗎 但不是啦 我的滴館在這等很久了 我要來玩一點點綴 讓我可愛的狗狗 變得很繽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